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保安公在200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是怎么做到的 董事长好 大家好 董事长我们要得到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不容易 要从9个国家22个参赛作品中胜出 那时候他们评审是觉得保安公能够从传统的公华 跟现代的科技取得平衡 这个现代的公华是要把这个科技加进去 比如讲是材料的部分 像那个水电的部分我们都把它地下化 那也把消防设备都加进来 还有中央空调 所以在过去没有的这个科技的部分都把它加进来 甚至我们也用这个修范蒂冈教堂的壁画那种方式 来修保安公的壁画 我们请到了澳洲的这个机师来 那日本的这个水电机师的所有的建议的 包括夜间的投射照明都带进来 那在传统的部分包括这个工华还有材料 那材料我们都把它恢复过去了 比如讲这个简天的部分 以前都是用碗片 我们吃饭的那个碗片 那后来就随着时代再改变 后来变成用玻璃压克力 那我们全部现在都给它恢复了 那像这个黏着剂的部分 过去最早是用糯米灰 对 像我们那个苗栗的糯米桥一样 那会黏不掉 糯米它是跟麻糬一样 粘性很强 可是你那年旧微轻还没落去 还OK啦 你看那个苗栗的断桥只是断掉了 但是它整个基础都还在 那我们就是把那个重新再恢复 所以我们做到拯救如旧了 虽然整修过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旧旧的 有那个原本的风貌 对 都还在的 所以让他们的这个评审小组 也是感到这个很觉得值得颁奖的 我有看过资料 好像之前好像有两间庙 其实之前台湾就有两间庙去申请 好像没有获得这个奖刑 没有过 这个在跟我们 比如说在参加国际的比赛 或者是一些国际上的会议 好像都会受到中国那边的打压 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突破这个限制 在我们之前那两个庙并不是中共打压的 我们被打压只是说我们得奖之后 我们收到那个联合国他们给我们的传真 互本也有给中国大陆的代表 在联合国的代表 所以他们马上知道了 那颁奖典礼就不让我们去了 但是在香港有一个天主教堂 他们颁奖的时候 他有要邀请我 我有去 我有碰到那个文化代表 但是他 我邀请他来台湾颁奖 他说要等到他退休啦 不过我们的奖还是很拿到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古今拿到这个奖 所以是保安宫是唯一的啦 所以保安宫从建庙到 从清朝建庙到现在已经278年的历史了 那经过这么多次的整修 都是靠拯救如旧的一个工法 那我们在还原这个保安宫的一个建筑特色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施工上面比较难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我们最早期是一个小庙嘛 那一直到1805年异地重建 找到这么快大的地 那当时这个格局怎么样去选择啦 我们大部分都是仿造这个全州的天后宫 回制型的 对 回制型的 所以现在在台北只看到的是保安宫 龙山寺跟孔庙 所以这种回制型的已经很少 所以你看我们的三线里 有这么大的一个回制型的一个场地 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祭典 所以在台北现在 台湾现在在盖庙都是在盖大楼啦 这个跟我们现在这样平房的就不一样 那我们在日治时代的那是大正年间的重修 就在两边富龙加了一个中古楼 所以中古楼是整建上去的 他把它物丁拆掉 然后把它加设两个中古楼 当初在1917年的时候有两位大师 陈映宾跟郭塔两位是分一半 在做那个拼场的一个作品 可是请我们董事长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你说陈映宾跟郭塔 就是以保安公为中心线 中轴线 然后分这东西两边 那不管是前殿或者是山川大殿 都有现在留下来的痕迹 那大殿的屋顶重源 他有一个一出那个八仙大闹洞海的故事 那那边的那个斗拱 一个是人字型的 一个一边是直字型的 那这个郭塔这边 有把那个闹洞海这三日 也把它嗑在那边 陈映宾他不晓得他有嗑 所以他没嗑 八仙大就没有嗑了 所以很明显的是当时 完全都不知道 同样一个故事你怎么做都不知道 然后在前殿也有 那甚至郭塔这边 他留下来的真功手不补接 可能就是 陈映宾他们那边有补接 所以暗中较劲就对了 对 然后在山川大殿的前面 他那个木调的部分 郭塔这边有西方建筑 西方建筑楼阁 这个陈映宾这边就没有了 还有人物的这个寿相 这个泥塑 那个 郭塔这边 那个时候是日本时代 把西方文化进来的 他所以有穿西装 那也有穿洋装的侍女 所以很明显的不一样 然后刚刚提到的中古楼 也是不一样 两边高度都不一样 形状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对场留下来的 一个创作 相当值得观众朋友去看 那除了木雕之外 还有在民国62年 一个潘丽水大师 他在那个大殿的部分 有绘了七幅的壁画 这个听说也是非常值得去看 对 那个潘丽水他 在日本时代 这个也得过台展入选过了 那个时代 因为修庙比较少 所以他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去画彩绘嘛 那后来他就做电影的招牌 叫康帕 他把那个西部片的照片 然后把它画格子 然后把它放大 那这个等于是给他有很大的机会去临谋这些画作 那尤其可以从他画的马 跟中国国画的马不一样 这是西部片的马 所以他现在画在保安宫的那些 这个在打仗的那些马 都是西部片的马 所以有一种中西合并的感觉 对 他是一个因缘 那时候的我们的主任委员林拱臣 他跟南部的庙都有往来 那个潘丽水他在台南天坛 当静文社的社长 静文社就是诵经的 所以可能这一层关系 所以请他来 把他一生的最好的作品都留在保安宫 所以我们记得 我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好像还特别请澳洲的师傅来这边做起承议 那这个壁画 他因为受到风吹雨打都会剥落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请澳洲的祭司来重新 给我们全部都做一个清洗 然后补了之后 现在又慢慢又有在坏掉了 两年前那个时候又开始又再重新再重修 那我们今年5月 澳洲的祭司又会再来重修西策 在那边 所以还是不断的修了 所以有好的艺术创作 好像也是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对 那保安宫这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他还有特别的一些灯光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到保安宫如果到晚上的话 你会觉得你走进去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平静 因为就好像走进一个博物馆一样 就是很安静 然后那个灯光照起来又很柔美 就会吸引很多比如说摄影同好会来这边拍照 当初董事长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灵感 那这个是日本松下电器 他们来提供的意见 那个时候他们日本已经有模拟的软体 所以他把照片拍出来之后 让他哪个地方亮起来 有几个投射的点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假想嘛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灯柱要立在哪里 你这个灯的瓦特数多大 还有这个广角还是狭角 那个是这个摄温高低 这个都不同的啦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提供这个建议之后 后来整个这个采用的这些灯具都是我自己选择 那个灯具要立在哪里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绑个竹竹竿 摆着刷着刷着刷着 看看哪个地方有这个效果出来 先找一个位置出来 从第一次从山川电的最困难的 已经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驾心就熟了 所以整个全部都是用这种投射照明的 那现在这些灯都超过十几年了 而且新的LED灯是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陆陆续在更换 这刚好列入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的 评分项目那里 那时候已经做好了 我们也有提 所以这个应该是也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除了这个灯光的安排之外 董事长其实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我们在庙的上方屋檐的地方 有很多简年的艺术 这个其实在保安官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 对 所以我们要凸显这些简年 晚上透过打灯让它亮起来 这真的是很漂亮 比白天更漂亮 因为白天它是阳光普照 所以没有办法注意到重点在哪里 你晚上如果打灯的话 就会看到重点 而且尤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那个光影变化的时候 那个时候更是有不同的美感 所以我们当时有请柯西爵摄影家 他来拍摄的时候 他是从五六点才一直不同的拍 拍到整个天都暗了 他挑选了几张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 文化部好像也在去年公告说 把我们这边从市定古迹 列为国定的一个古迹 我觉得以前我们在修复这些古迹上面 好像都是我们自筹经费 那未来我们需不希望 就是我们政府的部分 资源的部分也可以投注在这块上面 因为我们保安工的修复方式 跟政府的采购办法 这个估计它是定一个采购办法 不它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申请这个补助 这个将来要核销就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发包营造厂 也没有发小包 都是我们保安工自己去购买材料 自己统筹 然后用典工的方式给匠师的工资 所以这个跟采购办法就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一向都不申请 政府补助 而且这个好像程序也会拉很长 对 程序拉很长 而且要配合它的年度预算 所以我们就是都是自己自筹经费 才能够修得这么好 好 保安工程序在艺术上面的价值 其实董事长在去年他还到梵蒂冈去参访 那把台湾的道教文化带到国外去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五招正确吃止痛药 第一招要知道服用的止痛药种类 第二招仔细看药盒及说明书 第三招告知医师过敏情形相关疾病服药状况 第四招 征照医师 药师的指示服药 第五招 服药后若有不适 请询问医师或药师 要知道 看标示 要告知 遵医嘱 问专业 欢迎回来凯波Talk Show 董事长是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去参访梵蒂冈的 那据说这个之前其实他们的参访团 就有到我们保安公里面来 对 他在2011年他们就来保安公 跟保安公想要做一个合作 就是做宗教对谈 那当时我是觉得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没想到隔了一年2016年他们真的派人来了 派来讨论他的主要的主题 还决定了时间 那在2016年的10月就开始办一个宗教对谈 那一天从范蒂冈他们的宗教对谈的秘书长 是一个阿玉塑祖教 还有亚洲的这个祖教团 我们台湾的祖教团 那这个浩浩荡荡的 我来了不少人 那十几位嘛 那那次的研讨会 我们订好的这个题目 请大家来发表论文 那一天的这个可以说是一天半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晚会 所以让他们范蒂冈来的这一些主教都很满意 那就回去之后就跟教宗报告了 那第二年这个就是106年的这个上半年 那个书籍主教就来了两位 那就多次提到说他又来台湾 那方济各这个教宗就交代说 一定要到保安国来看我 那我们在聊天过程 他们是希望我们去进见教宗 那后来我们把这个决定的时间 跟他们大使馆提到了 他们就安排去年3月 是教宗就职第六年的第一天 那上午8点45分见我们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这个书面的信函 然后我当场也口头跟教宗报告 我们这个两国之间的75年来的这个情谊 不要被任何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原因 把他打断 然后也口头来跟他报告来一些 然后同时我也邀请他来台湾参访 也了解台湾 他不但没有拒绝 他说我会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上 而且一直感谢我去范蒂冈看他 所以 因为我们在那个研讨会的时候 有前来一个这个共同宣言 所以我们以后要跟这个范蒂冈 共同来为世界的和平 还有这个战乱的国家 那一些这个百姓 他们的生活跟教育 来多做一个照顾 所以这一次事情 我也都跟这个教宗报告了 所以接下来回来之后 我们去年11月 他也邀请我去新加坡 参加第二届的这个道教会议 那再来就是在波西米亚 有一个国家 他们里头有三种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这个信仰 所以一直内部经常会有内战 所以搞得他们这个人民也苦不堪言 所以天主教他们就在那边 设了一个天主教学校 把所有不同种族的人 就都带进来在这个学校上课 希望他们这些学生将来会 促进这个种族的融合 那他这个基金会有欠钱 他向世界募款 我们保安工业要捡了300万 所以我们也就是 那时候签的这个共同宣言 我们开始在那边来帮他们 来做这种帮助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计划大概预定是明年5月会完成 那到时候这个教廷他们 他们又要陪我去这个国家访问 所以种种的这个工作 对我们来讲 也是对一个这个民间的力量 来帮助这个国家 拓展外交 拓展外交 因为范利康是我们在欧洲 唯一的邦交国 那如果观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去年中国不断对我们邦交国的一些 一些对我们的一些打压 那导致于邦交国跟我们关系 其实有一点点紧张 那所以教宗其实您在去年去半地纲参访的时候 那个蔡英文总统好像也对于我们这次的行程 是表达肯定的 因为我这次他在信仰总会上面的致辞上面 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跟教宗他们的这个身边的这些秘书 我们都有保持很好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带给我们是比较正确的一些信息 所以这个不需要透过外交管道 我们可以听到的一些声音 所以这个是可以转达给政府 董事长你当时还送他一幅保安工的手绘的油画 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研讨会那个时候 是我们以保生大地的这个塑像做一个浮雕 那送给这个教廷 他们就摆在范丁康博物馆 那这一次我把那个画送给他 教宗很满意 他没看到都是西方建筑 都是高楼 但是看到东方建筑很少 他觉得很稀奇 他一直说画得很好 所以他也是交代说要摆在范丁康博物馆里面 所以他也回证我们的纪念碧 对 他回证他是就职五周年的那个银值的纪念碧 而且他有限量的 然后上面都有编号十几号的 董事长到这个范丁康去参访之外 其实帮台湾做了一些国民外交 然后就是说像董事长刚刚讲的 我们用以民间的力量来帮政府做一些走向国际的一些事情 让国界也能够走进来台湾 那董事长其实在这块方面的努力之外 其实他在庙物的管理上也有他特别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庙物在采取一个电脑化的作业 让整个庙物的帐幕什么都可以比较透明 那个是我是最笨的做法 做人家没有做的 刚开始电脑化之后 有些公民有些人骂我你这个大笨蛋 其实要靠电脑来记录 这个帐才不会乱掉 我们每天收到多少到5点关帐 电脑印出来就知道数值多少了 这个就改不了了 所以这样的话对新众来讲 才能够给他们觉得保安公司值得安心的 但是我们把这些款项不管是点灯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都是用在社会公益 所以我们每年的支出都有超过政府规定的60% 所以我们年年都有拿到内政部的奖 我们曾经也拿过两次的行政院奖 而且听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他们连开那个油钱箱都要三个人一起 对这样的话才不会受到质疑 而且我保证我们所有同仁操守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道士不能嚼檳榔 然后摊贩不能来来来来来客 是是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环境顾好 因为这个是国家门面 因为这个观光客蛮多的 所以我们都很重视我们的环境 所以在我们保安公司里面 你找不到一根烟屁股 没有一个檳榔渣都没有 所以董事长你在这个处理庙物的过程当中 从以前你到不会没有这个神明的信仰 到后来就是愿意为这个保生大帝来服务 这个转变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有这样的那个转变 这其实很多神机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 其实一言难尽很多很多 过来有计划说要去国外参访 我们就是看嘛 如果是有时间容许的话 我们都会跟董监事一起到国外去走走 去取经 取经不一定是要看东方的宗教 也可以看西方的宗教 其实西方的教堂没有像我们庙 台湾的庙都是每天人潮拥挤 他们的教堂不会是这样 都很幽静的 对啊 你像你觉得 道教文化跟天主教文化 都不一样的地方 落差很大 你这边去看有什么印象的地方 他们每个教堂他们做弥杀 就非常非常的庄严 那他们唱圣歌 几乎所有的信众都会唱 是喔 对 他们的教徒都一起在唱圣歌 他们的服装都很漂亮 据说有的服装是以前是米开兰俊罗所设计的 你看他们那个范蒂冈的警卫都是穿 以前米开兰俊罗设计的到现在都还在穿 所以视觉上面就很震撼 对 颜色都很鲜明 所以在我们道教的这个 这个法会当中 我要求也是服装要整齐 那个像在做法会的音乐 这个不要用扣音器 那么大小声在那边吵 在教堂里都没有 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接近的啦 所以这个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很庄严 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 所以台湾还是要进步啦 所以这个国外的这个案例都去参考啦 所以因为有董事长的坚持 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宗教文化啦 所以真的有时间喔 真的观众朋友可以到保安宫走走 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宗教之美啦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观众朋友的收看 台湾特区秀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